《深夜浅毒》 家里吃饭都困难,父母能把孩子们养大就不错了。 我们都是大的带小的,磕磕碰碰地长大,经常吃不饱饭,更别提什么新衣服和玩具了。 我读初中的时候,要走两里多地去上学,每天自己带一瓶咸菜,中午就在学校打一份米饭。 最困难的时候,连米饭都没吃的,吃的红薯饭,南瓜饭,能吃饭肚子就不错了。 后来,我考上了中专,毕业后来到了城里上班,并且结婚生子。 这个时候,我就想,我一定要尽全力给我儿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,不让他吃苦,让他快乐地成长。 因为我就只这么一个儿子,我觉得靠我和老公之力,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标准。 我老公是某国企职工,他的家是城里的,小时候的日子比我的要好过,他总是劝我不要太溺爱孩子,要让孩子受点挫折吃点苦。 但是我不听,我觉得我们的条件,根本没必要让孩子吃苦,我们能给孩子多少帮助,就全力以赴。 所以,我自己和老公的生活都是十分节俭的,但是对儿子,我从来不吝付出。 他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牌子货,兴趣班,夏令营等等,我都是鼓励他参加。 儿子虽然说各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,成绩也不是很好,但基本上还是符合了我的预期,考上了普通大学, 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本地工作。 这一切很合我意,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,就想在身边看着他,帮衬他,我要尽全力让他过上想要的生活,让他和他的子女不再受我所受过的苦。 儿子在家的时候,是扫帚倒了都不服的那种,我觉得没啥,男孩子嘛,没必要做这些琐碎的家务事,只要安安文文搞工作就行了。 反正家里的家务活都是我全包,这对于我来说完全就是小菜一碟,想到小时候都还要上山砍柴呢,这点活算什么。 前年,儿子谈恋爱了,女孩是农村的,在附近某乡镇站所上班,长得清清爽爽的,看起来也斯文秀气。 我没有意见,我自己也出身农村,对于农村姑娘有一种亲近感,觉得农村姑娘肯定勤劳能干,不像城里姑娘那样娇气,我也希望儿子婚后能得到对方的照顾,过得舒服一点。 所以,一谈结婚事宜的时候,我都是按照女方的条件来,毕竟就这么一个儿子,娶媳妇多花点钱也没啥,只要儿媳妇对儿子好,把他们的小家建设好,那就行了。 彩礼给了十二万八,买了三斤一钻,首付三十万,给他们按揭了一套婚房写两人的名字,装修费,婚庆费用,全部是我们掏,至于儿媳家给多少嫁妆,彩礼带不带回,我问都没问,全都随他们。 去年终于把儿媳风风光光去进门,我们半辈子的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,不过完成了儿子的终身大事,我觉得值。 儿媳妇刚进门,嘴巴甜得像蜜,一来家就妈长妈短地叫,有时候还会给我买点小礼物,我心里乐呵呵的。 他们住得和我很近,每天都是来我家一起吃晚饭,我每天中午就买好了菜,下午下了班直奔家里做饭,等到我饭做好了,全家人也都回家了。 到了周末,他们说要回家过二人世界就自己回家去做饭吃,我很享受这样的日子。 只是儿子儿媳经常向我诉苦,说他们没有车,现在哪个年轻人没有车呢? 上班出行都不方便,于是我咬咬牙又把家里存折上的钱全扫空了,给他们十万,他们分期付款,买了一辆十多万的车。 车买了之后,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 儿子儿媳在吃饭的时候叹气,这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了, 他们年轻人工资低,每个月两人加起来,收入才八千左右,这房贷和车贷加起来要四千八百多,只剩三千来块钱了,还要负担邮费,车子保险等等,哪够用啊? 听到儿子儿媳这么一算账,我也觉得确实没法过较日子,就跟老公商量,要不把我的工资卡给他们还贷吧。 我的工资一个月五千,刚好给他们还贷,反正我老公一个月还有六千多的收,完全够咱两口子用了。 我这辈子对自己真的舍不得花钱,我穿的衣服冬天不超过三百,夏天不超过一百,护肤品更是从不讲究,用的是超市买的水乳,加起来才一百多块钱。 我老公也一样,一双皮鞋要穿好几年,但是老公不赞成我这个做法,他说年轻人也要有点奋斗精神,他们自己的日子也得自己过。 我们做长辈的不能什么都掺和,我纠结了几天,但架不住儿子儿媳软磨硬泡,最终还是把工资卡给了儿媳,让他们去还贷。 儿子儿媳高兴地回去了,老公在一旁叹息,你这么惯着他们,到时候会后悔的。 我才没理他,我不信,但是事实却打脸了。 工资卡给了儿媳之后,他们对我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变化。 儿媳的嘴巴没以前甜了,以前来家有时候还带点水果什么的,现在完全就是空手来了。 以前有时候还帮洗洗碗,现在嘴巴一抹就回家,以前有时候还给我买根丝巾啥的,现在再也没这待遇了。 我有点不悦,但想想也算了,自己儿子也一样,干嘛去苛求儿媳呢? 我做到我该做的,就行了。 可是,更打脸的是上周末,我哥从乡下给我送来两袋土鸡蛋,我想着儿子儿媳周末在家做饭,就给他们送一袋去。 我拎着鸡蛋进了他们的小区,迎面遇见一个同事,这个同事合住我儿子楼下,他见到我打招呼,哟,今天你也去你儿子家吃饭呀。 我扬扬手中的鸡蛋,去给儿子送点鸡蛋,又觉得他刚才的话有点奇怪,什么叫也去。 就问,还有谁去呀? 他说,你儿子不是经常周末请他岳父母来家吃饭吗? 怎么,你今天不是去吃饭的? 我打着哈哈敷衍着,是,也去吃。 说完,心里觉得挺不舒服的,自己周一到周五给他们做饭,他们还从来没请过我和老公来他们家吃顿饭呢,他们对岳父母倒是想得挺周全的。 到了儿子家,一敲门,儿媳边开门边喊,妈,开门看到我,愣了一下,有点不高兴,妈,您怎么来了? 有什么事吗? 他没有让我进门的意思,我说,给你们送点土鸡蛋,然后我就自顾自尽了门。 一进门就闻到一阵炖鸡肉的香味,看眼厨房,果然一个炖锅在冒着热气,在看看餐桌上,摆着一盘鸡为虾,还有红烧肉,炒牛肉,七七八八地摆了一桌子。 我把鸡蛋拿进来,放到客厅的茶几上,儿子过来了,妈,您今天怎么不打招呼就过来了? 我忍着气,怎么,不能来呀? 儿媳妇没招呼我,直接去了厨房继续忙活,我看到客厅茶几还放着一个刚拆的快递,是某大牌的面霜,这个牌子我们办公室有小年轻在用,贵得很,一瓶面霜得三千多呢。 想到我平时用的一百多的水乳,我内心五味杂沉。 正在这时,有人敲门,儿子赶紧去开门,爸,妈,你们来了,今天菜卖得怎么样? 只见亲家公和亲家母两人手里还提着一袋菜,原来他们每天来城里卖菜,估计是周末就来这里吃饭。 儿子把菜送去了厨房,招呼他们进屋,亲家母一进来,就看到了我,哟,亲家也在呀。 看这形势,我就像个多余的人,我朝亲家母笑笑,亲家,你们慢吃,我先回去了。 亲家公忙道,亲家,怎么饭也不吃,一起吃一起吃。 儿子和儿媳都在厨房,没一个人出来说留我吃饭,我哪里还待得下去,就摆摆手,朝着厨房大声说,我还有事,先回去了。 边说边走到门口,儿子儿媳仍然无动于衷,亲家公和亲家母还在客气,我把门一摔就走了。 这就是我养的好儿子,我不配去他们家吃饭。 一路上,我强忍着委屈的泪水,一回到家,就忍不住进卧室抹起了眼泪。 老公见我情绪不对,忙进来问原委。 听我抽抽气气地把事说完,他摇头叹了口气,要是我就不生气,这都是你惯的,自找的。 我气得大声道,难道我出钱出力,还错了吗? 瞧儿子对岳父母那样,好像他们才是亲爸妈。 老公在床檐坐下,儿媳妇孝顺自己父母没错,错的是我们自己的儿子,为什么就没想到孝顺我们呢? 为什么就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? 为什么你去他家连口饭都吃不上?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,他都习惯了享受你的付出,根本没想过父母的苦。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老公,现在都这样对我了,以后老了,可怎么得了? 不行,我得收回我的工资卡。 老公,嗯,这个恶人就由我来做吧,让他们小两口也警醒一下,不能这么理直气壮地啃老。 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,老公让我休息一下,他去下了两碗面条。 吃完面条,他就拿起手机给儿子打电话,你今晚把你妈工资卡送回来,我和你妈准备过阵子出去旅游。 只听到儿子在电话嚷着,那我们的房贷车贷怎么办? 老公没管他那么多,那是你们自己的事,自己去想办法。 我们老了,需要有自己的生活。 儿子不肯,爸,你们怎么能这样? 工资卡在您儿媳那里呢? 老公毫不让步,你们今天不送回来的话,那我们就去银行挂尸了。 说完就挂了电话,听了儿子的话,我又有些不忍心,他们会不会恨我们? 以后会不会不理我们了? 老公恨铁不成钢地看我一眼,你再这样挂下去,才真正会养出两个白眼狼。 晚上,儿子把工资卡送回来了,还告诉我们以后不回家吃饭了。 这不就是生气了吗? 我有点心软,老公,你别理他,让他们一边凉快去。 都这样了,他们都不知道反省自己,难道以后我们还能靠他们吗? 也是,养了儿子二十多年,掏心掏肺的,却得来这么个结果。 我们做父母的,真的挺失败的。 还是好好捂住手里的钱,给自己的养老多做点打算。 儿子已经快三十岁了,他的路就让他自己走吧。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。 一,我是公寒体质,禁止开空调,电扇也不行,怕热的可以去图书馆。 二,长期晚睡会对卵巢造成不可逆的伤害,所以十一点前必须关灯睡觉。 三,我讨厌异味,禁止在宿舍吃螺丝粉,外面吃火锅也不行,清淡饮食最好。 四,电子产品有辐射,我在宿舍期间禁止使用电脑、平板等电子产品,手机也要减少频率。 九,美甲和染发有甲醛,化妆品和香水也会影响宝宝,见我时禁止化妆。 十,我早上起不来,可母体需要足够的营养,才能提高受孕率,所以每天早上轮流有一位摄友去给我买早餐。 行了,暂时就这些,等后续想起来了,我再补充。 我揉了揉眼,怀疑自己是不是进错群了。 再看一眼,确实是二十四级机械科学技术一般女生群没错。 你妈,就在我那么哪儿来的巅人时。 这个叫李甜甜的又说话了,年轻生孩子好恢复,为了产后还保持少女感,做一个十足的辣妈,别人孩子叫妈,我的孩子叫我姐姐。 我决定大学期间三年爆俩,因为是集体生活,备孕期间需要设有配合,所以制定了以上禁令, 请大家严格执行,收到回复。 群里一阵短暂的沉默。 李甜甜怒了,别装死,你们老师没教过你们别人说话的时候要回复。 什么素质? 这下,我忍不住了,要知道我们班一共就八个女生,要是不小心和她分到一个宿舍,那我以后还有活路吗? 回队道,不是姐妹。 你没事吧? 你被孕关我们什么事? 这是学校,不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大床房。 紧接着,不少人开始冒泡。 加一,有病就治,别出来犯病。 真是光屁股推磨,转着圈丢人。 卧槽,被孕,我一定是没睡醒,我在躺会儿,没一个人占她。 李甜甜瞬间炸了,艾特我。 艾特何梦,就你还大学生? 脑子被驴踢了,你他妈懂个屁。 孩子是男人对我们爱的勋章和体现,不会下蛋的鸡是没人要的,要是谁影响我怀孕,到时候给我等着。 对了,瞧你那极度的样子,不会是个老厨女吧? 果然,没男友疼爱的就是心里阴暗。 还真让他猜对了,不过有男朋友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。 瞧,他不就智障了吗? 还有,明明是他的错,他凭什么人身攻击? 我也不甘示弱。 哎呦,我是老厨女,那你是什么呀? 不等他回复,我飞快敲击键盘。 哦,我知道了,你是小孕妇抑孕体质被亲亲老公的银针扎骨包了。 皮薄献大,要吃草莓,但亲亲老公不让他好爱我。 谢货了,跟我一点不像,果然我是送货的。 给老公生了个小情人叫朝地分走了老公的爱,改名某某妈妈。 三个月后,宝宝做这个动作是代表二胎要来了吗? 生完畔地,想要再生一个男宝宝,不是重男轻女哦,只是想凑个好字。 三胎终于生出药组了,任务圆满完成风度了,话说我的宝贝能当同模吗? 哎呀,宝贝亲妈妈了,对不起我未来的儿媳,你老公的初吻给我了。 你是光,你是电,东方不亮西方亮,憨批啥样,你啥样? 怎么样,满意了吗? 结尾是一个树中指的表情包。 你,你。 李甜甜支支吾吾了半天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紧接着,管理员开启了全群禁言。 李甜甜还要加我好友骂我,但我没理。 第二天报道,我特意起了个大早,为的就是能早点选宿舍避开它。 谁料,我刚拖着二十八寸的行李箱上五楼,收拾好行李。 三十五度的天气,热得人汗流加倍,我试着打开空调。 凉爽的风吹出来,我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 不多时,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。 你这个杀人犯?你想害死我的孩子? 一只手夺过遥控器,趴得扔在地上。 我睁开眼,就看到一个瘦小的,掉烧眼的女生进来。 三十五度的天气,她一身长袖长裤。 浑身包裹的岩石,长发都打柳了,隐约能闻见淡淡的臭味。 她情绪激动,你瞎呀。 我明明说了,禁止开空调,你是不认识字还是故意的。 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三年爆俩,以后你都成黄脸婆了,我还是少女,老公还恨不得一夜妻次。 好啊,你这个歹毒的饥渴女。 我都懵了。 这什么和什么呀? 一愣,我明白了。 我抱着手臂,挑眉道,看来你就是李甜甜。 她文言一正,先是上下打量我,而后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 你管我是谁? 总之,我警告你,我公寒,不许开空调,念在世第一次我先警告,再有下次,要是我怀不上舍宝,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撞了下我的肩膀,去一边收拾行李,把行李箱撞得叮当响,明摆着是冲我撒气。 我翻了个白眼,神经。 我这才注意到,她的身后还跟着两个人。 自我介绍后,他们分别叫袁小雅和刘盈。 我才知道,他们三个在报道处撞上,正好是一个班的,老师看501宿舍刚好入住了一个,便把他们三个都一股脑塞了进来。 我苦笑,早知道还不如晚来。 收拾完,我们便相约着去逛校园。 李甜甜说她累了,要休息,不跟我们一起。 又在外面吃了顿饭,回来后,我没洗漱,就累得躺在床上睡着了。 半夜,我被尿憋醒,一睁开眼,看见的便是墙壁上两个绿油油的鬼脸。 啊! 我尖叫一声,门口的刘盈盲开了灯。 怎么了? 我哆哆嗦嗦坐起身,就看到我床位的墙壁上,不知何时贴了一张年画娃娃的画,还是光屁股,夜光版的。 难保的追追都快贴我脸上了。 不用猜就知道始作俑者是谁。 李甜甜,是你对不对? 她正在玩手机,身形一僵,从被子里探出头来。 很是理直气壮,是我又怎么了? 谁让你睡得像个死猪,连我什么时候贴的都不知道。 为什么要贴这个? 我还惊魂未定,开口问。 李甜甜翻了个白眼,鄙视道,这可是备孕妙招。 我和你的床铺面对面,当然要贴在你那儿,我每天起床才能看到了,蠢货。 你就偷着乐吧,这可是开过光的,用过的都生了难保,看在咱们设友一场的份上,我就不合你要钱了,你可以给我打个洗脚水。 她沾沾自喜,被我打断,给你十秒钟清理掉。 我冷着脸,警告道,什么? 李甜甜扯着嗓音,和梦,你没睡醒是不是? 我告诉你,十,九,八,七。 我倒数着,李甜甜明显有些慌了,可因为不清楚我要做什么,还是嘴硬。 你休想,绝对不可能。 啊! 李甜甜发出尖锐的报名声,原因是我下床拿起小刀,对着年画娃娃上的小锥锥,就是一顿滑。 滑个稀巴烂,再撕下来扔在地上,疯狂用角度。 啊! 住手! 李甜甜连走带爬地滚下来,心疼地捧起地上的碎片好一顿拼,发现怎么都拼不上。 她红着眼,紧接着对着阳台跪下,做起了祷告,难保,不要怪妈妈,不是妈妈不欢迎你,是这个女人,她太恶毒了。 你千万不要生气,不到妈妈肚子里,来,要惩罚就惩罚这个贱人,让她这辈子只能生女儿。 生三个,说罢恶狠狠地盯着我,我气笑了,谢谢你的祝福。 你嘴硬什么? 我和你拼了。 李甜甜说着就想上来撕我,被小雅和刘盈拉住。 毕竟长眼睛的人都看出来,这件事谁对谁错。 刘盈,是你没事先和孟孟打招呼的。 小雅,李甜甜,够了。 在无理取闹,我们只能感人了。 你,你们。 李甜甜委屈巴巴,好啊,你们都是一伙的。 狠狠甩开两人,上床钻进被子里,抽气着疯狂敲击键盘, 一看就是在和别人区区我们。 本以为她会有所收敛,事实证明,她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。 第二天一早,还昏昏欲睡,李甜甜忽然开始剧烈地摇晃刘盈的床铺。 都七点多了,还不去给我买早餐,你想饿死我。 咯吱咯吱的,我瞌睡都醒了。 只见刘盈抬起头来,睡眼惺忪,啊,真浮了你们这群猪脑子。 李甜甜无语地白了她一眼,指着手机屏幕上的文字,我不是说了吗? 备孕禁令第十条,每天轮流由一个摄友给我带早餐, 你的学号在最前面,就先从你开始。 什么鬼呀? 袁小雅也醒了,迷迷糊糊翻了个身。 刘盈是个软妹子,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怎么应对, 可,可是我从高三就不吃早餐了。 你? 李甜甜冷哼一声,撒谎是吧? 我看你能装到几时,自私自利,以后怎么伺候好老公儿子,小心找小三不要你。 她气冲冲下床上了个厕所,经过刘盈的桌子前, 忘记了上面放着的榴莲蛋糕和山竹,咽了口口水, 然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就发了疯一样往嘴里塞。 我回过神,惊呆了,李甜甜,你怎么偷吃刘盈的东西啊? 刘盈疼得坐起身来,就要下床,李甜甜吓了一跳, 噎了个半死,可嗨嗨。 拍着胸脯,不忘拿过一旁的酸奶喝了个一干二净。 刘盈脸都绿了,这可是我从家里带的, 我自己都舍不得吃。 李甜甜嘴边还沾着奶油,得意道, 谁让你不给我买早餐,那我只能吃你的了。 都说了,不要带有异味的东西,下不为例。 刘盈都快哭了,我看不下去。 李甜甜扭着腰要走,被我拦住。 我伸出手,给钱。 你说什么? 李甜甜震惊,分明就是她的错。 要是她愿意去食堂给我买饭,我会吃她的东西吗? 这是她欠我的。 卧槽,我们都惊了。 这是什么强盗逻辑? 袁小雅也围上来,你疯了吧。 理解你饿,但是如果不给钱,就是盗窃。 再看刘盈,有了我们支持,底气明显足了不少。 她咬了咬唇,翻出付款记录,一共三十,你扫我。 李甜甜被包围着,先是不可置信,转变到委屈,泪眼盈盈,好像我们联手欺压她。 我把你们当我家舍宝的干妈,才这么不客气,没想到你们这么冷漠不尽人情,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。 不情愿地扫码转账,趁我出神,忽然推了我一把。 何梦,都怪你这个脚势精。 你就是故意和我作对? 逃出门,一转眼就没了人影。 下午,要开入学以来第一个班会,李甜甜才姗姗来迟。 大家都是以宿舍为单位集体活动,李甜甜没位置,她只好挑中了还没正面冲突过的袁小雅,挨着她坐下。 下一秒,屁股就像装了弹簧一样,弹射起飞。 你喷香水了? 袁小雅你是不是想我舍宝发育不好? 周边的人都看过来,小雅脸色一黑,我那是沐浴鹿。 拽了拽她,李甜甜这才松了口气坐下,吓死宝宝了。 坐坐地拍了拍胸脯,我就知道,只有小雅你是好人。 靠在她耳边,只有那些卖的才浓妆艳抹,咱们真美女才不需要,你可千万别跟那个和梦学坏了。 她一看就不正经,说不定被哪个老男人包养了。 我还没聋呢。 趁小雅去上厕所,我坐视机鞋带,挪了下凳子,凳子腿狠狠踩在她的脚背上。 啊,你要死啊。 她抬手就要打我,我将她按在墙上,抓着她的肩膀,一脸认真。 甜甜,你知道吗? 嘴贱的人,死了可是要下跋舌地狱的,舌头被拔了再长出来,再拔再长出来,就这样。 我的手就要往她的嘴里塞,李甜甜惊慌地大叫。 而后,我抽了她的椅子,她摔了个屁股蹲,不疼,但侮辱性极强。 啊,我警告她,这是第一次,下一次,小心我。 我对着虚空扇了两个巴掌。 你,你这是霸凌。 那你报警啊,我先告你造谣。 拘留十五天起哦。 你,李甜甜脸色精彩分成,正好导员来了。 班会第一个流程,就是自我介绍。 轮到李甜甜时,她自信满满地走上台,先是介绍了自己的名字。 接下来的话,更是把在场的人全都雷了个外焦里嫩。 众所周知,我目前在备孕,为了我和宝宝的安全,上次在女生群发了十大禁令,对咱们班男生,我也有五大禁令要宣布。 一,二手烟是胎儿致肌的严重因素,因此我周围十米内不许抽烟,衣服上有烟味的明天换了。 二,禁止距离我太近,禁止和我同桌,我未婚夫会吃醋。 三,太笨的和太丑的小组作业时,禁止和我一组,会影响我的心情,影响受孕和胎儿发育。 四,禁止娘娘腔,有的三天内改掉,我可是要生男宝的,我中华儿必须有男子气概。 五,我偶尔有重物要搬,希望有男生能主动帮忙,作为交换,我男朋友是富二代,目前在创业,等公司正式步入正轨,毕业以后就可以优先入职,拿到高薪。 当然,有心动的,也可以提前讨好我,毕竟我是老板娘,我说了算。 她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,一边说,观察台下男生的反应,没有她预想中的激动,反而脏话一句句往外冒。 你是小嘴抹了开塞路,张嘴就拉,哪里来的神经病,滚啊。 去你妈的,你算老几,老子为什么要听你的? 嘴这么臭,没吃早饭吧,请你。 不知道谁扔了个臭鸡蛋,正打中她眉心。 啊,臭鸡蛋是生的,顺着她的脸滑下来,黄灯灯的液体滴在她白色的连衣裙上,散发着异味,像极了排泄物。 李田田被吓到了,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 你,你们怎么能? 随之而来的,是更猛烈的暴风雨。 看她的样子,像不像小丑,哈哈哈哈笑死爹了。 怀的又不是老子的,关老子屁事,滚啊。 神经,这是学校还是鸡窝呀? 道员,把她开除呗。 就是,有人将笔扔在她头上,还有的是纸团,甚至是没吃完的花生米,现场乱成一团,众人哈哈大笑,李田田连哭都不敢。 李田田磕磕巴巴道,你们这么对我,一定会后悔的,到时候我的富二代未婚夫会把你们在业界封杀,让你们毕业及失业。 啊,新的一轮攻击开始,还是导员上台,才勉强制止。 班会结束,李田田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冲上来扯着我的衣领。 摇晃着我,何梦,一定是你在群里和我吵架,导致大家以为我不好相处,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。 你背地里一定还说了我的坏话,你就是嫉妒我抑郁体质,所以才想着让同学们孤立我,让我精神崩溃,这样你以后被男人抛弃就不会反省,使自己太丑,何梦你卑鄙。 好啊,颠是吧,颠点好啊。 袁小雅和刘盈想来拉架,被我一个眼神制止,我抬脚就将李田田踹飞。 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扔了个香蕉皮,李田田踩到,向后一摔,正好一屁股坐进了垃圾桶里。 被卡住了,出不来,进不去。 救,救我。 所有人只顾着笑,李田田头都不敢抬,我居高临下地望着她,你脑子里塞死了。 今天才开学第二天,我人都还没有认熟,怎么说你的坏话。 至于你个人的行为问题,与我无关,但你要是在主动找我的茶,我不会放过你。 警告完她,我转身离去,李田田在身后喊,你给我等着,我不会放过你。 我没想到,她居然敢诬陷我。 李田田厚颜无耻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。 我们三人刚在食堂坐下,她端着餐盘,就落坐在了小雅旁边。 鄙夷地看着我们餐盘里的肉,瞧某人这饿死鬼投胎的样子,还吃肉呢,杀生会遭报应的。 还是我聪明,从备孕期就决定让蛇宝做个胎里素宝宝,这样生下来就有无穷的福报,以后当同模,长大上清北,前途无量。 刘盈都看不下去了,这里空座位很多,你看不惯可以走。 李田田厚颜了一下,晚尊道,算了,我大人有大量,原谅你们了。 我没理她,低头吃我的饭,喝矿泉水不解渴,准备去买个饮料,小雅和刘盈一起。 带我们回来,餐盘和水都不见了,李田田说以为我们不吃了,就收了。 念着吃饱了,我没大回事,可刚回到宿舍不久,就接到了导员助理打来的电话。 喂,是和梦同学吗?出事了。 什么?李田田同学,说你向她投毒,要报警抓你。 办公室内,李田田痛苦地捂着肚子,她的额头上都是冷汗。 看到我进来,立刻嚎啕大哭,老师。 就是和梦。 我本来都原谅她了,谁知道她心这么狠,居然把自己的水下药给我喝。 这幸好是我还没怀孕,要是怀了舌宝,岂不是要被她害得流产。 我未婚夫家三代单传,她是想要我们段子绝孙啊。 导员拍了下桌子,和梦,怎么回事? 我哪知道啊?谁知道这李田田不紧颠,还是个细精。 李田田拿出个瓶子,这就是她的水,这里面装了解药。 那瓶水的确是我的没错,原来剩的半瓶被李田田偷喝了。 轻轻摇晃,能看见瓶底的不明物体。 导员冷枚一树,和梦,这是你的水吗? 我冷着脸,是我的没错,但是她偷喝我的,而且要是她自己吓的。 你血口喷人。 李田田眼神乱瞟,倒打一耙。 和梦,开学之前,你就在群里对我,开学以后几次和我有矛盾, 但看在大家都是同学一场的份上,我也不忍心你以后留案底。 只要你下跪跟我道个歉,再赔偿我两千块钱医药费,这事就算了。 我,老师,我申请调监控。 导员叹了口气,你们刚来,不了解情况,食堂那一片区域的监控坏了, 还没来得及休,目前只有后厨的还能用。 我突然想起来,李田田似乎是在表白墙点赞了关于在食堂丢东西, 却得知监控坏了的吐槽。 怪不得,原来在这等着我呢? 她在读,读我是个新生,不敢惹麻烦,也读导员会祸悉泥, 毕竟没有监控,调查起来会很麻烦, 最终调解个合适的办法,我自认倒霉。 可她错了,惹到我,她算是踢到石头了。 我笑了,食堂的是坏了,但我亲戚也在食堂城包了档口, 位置就在我们的座位旁边,她能安装了监控,查查就知道了。 李田田明显慌了,你,你说什么? 导员眼睛一亮,一副得救了的样子,那还不快走。 其实不怪她瞎,我一副装的是针孔摄像头,不仔细看,很难发现。 她要是早来一会儿,就会知道我们今天吃的自选菜都是我一副档口的。 她是大厨,做饭老乡了,我来这个学校都是她介绍的。 档口后厨,一群人盯着电脑屏幕,李田田在颤抖。 找到了,一副停下鼠标。 画面里,我们三人刚离开,李田田鬼鬼祟祟地偷吃起了我餐盘里的糖醋礼迹。 尝了一口,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,接着狼吞虎咽的还吃掉了, 小雅和刘盈的红烧肉和鱼香肉丝。 又摸着肚子自言自语道,未来的舍宝放心,只要妈妈喝了蟹药拉了就行了, 你依旧是有福报的胎理素宝宝。 于是,她往我的瓶子里倒了蟹药,喝完了,又想起什么似的, 刚好陷害给和梦那个剑蹄子,叫她跟我作对。 我可真是个天才,我错了,我知道错了。 李田田抖成了筛子,一屁股坐在地上,抱着导员的腿。 老师,我只是一时诡弥了心窍,我不是有意的呀,呜呜呜。 导员甩开她,这是你和和梦同学说吧。 和梦,对不起,你不要报警,求求你。 我未婚夫是富二代,我要是有案底,可就没办法嫁入豪门了。 你一定不忍心我的舍宝从小就和妈妈分开。 大姐,你还没怀上呢? 她抓着我的手,居然给我磕起了头。 痛哭流涕,我再赔偿你五百块钱,这是我仅有的生活费了。 说着,她给我的微信里转账,到底没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,我也就算了。 当晚,李田田拉到虚托,还打了120。 导员发出尖锐的报名声,刘盈作为寝室长,也陪同着去了医院。 原因是,蟹药吃过了量,造成了急性肠胃炎,要打针,她死活不同意。 哭喊着,打消炎针就要延后三个月备孕,我今天就算是死都不会打。 谁也别想耽误我怀舌宝。 无奈,只能补了点盐水和葡萄糖,又回来了。 而且检查结果显示,她居然感染了幽门罗杆菌。 李田田在宿舍躺了三天,喝口水都窜。 走路打晃,脸色更是比嘎了三天的人还白。 袁小雅忍不住劝她吃药,被她劈头盖脸一顿骂,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了什么心,我这个月马上要到排卵期了,一定能一发入魂舌宝。 你就是要阻止我嫁入豪门,你们这种穷酸的家伙,就是喜欢拉别人下水。 我飞不着你们的道。 呸! 说着,就朝袁小雅吐口水,她都快吓死了。 我们放弃助人情节后,李田田在宿舍消停了几天。 可没多久,我们就开始发现宿舍里的东西不翼而飞。 先是我的洗面奶空了一半,然后流盈的散粉没了,就连袁小雅放在桌上的面包, 军训的功夫回来就少了一块。 还有香水、精华,甚至洗发水。 这天,淳朴的李田田一反常态,居然在对着镜子铺散粉, 喷香水,只是那包装都是劈滴滴几毛钱的塑料瓶。 我爷遇到,你的十大禁令不是说不让化妆吗? 怎么?你不要舍宝了? 李田田吓了一跳,慌忙捂住肚子,闭嘴。 别瞎说。 她对着镜子涂了个大红唇,不屑道,化妆品只存在于表皮层, 不会对孕妇和胎儿造成影响,没文化真可怕。 她要走,被我抓住手腕,你干嘛?放开。 所以,你要不要交代你的东西是哪来的? 怎么全是分装? 她一脸心虚,是,是我男朋友姐姐送的,她自己的大牌分我的,你个红眼病极度啊。 甩开我,慌忙跑了。 刘盈,可是,我怎么感觉,香水的味道和我的一样? 别怀疑了,就是你的。 我冷笑,既然她嘴硬,那我们就亲自来找证据。 没想到,接下来的事情,炸裂到了极点。 北方的学校都是公共浴室。 军训完,我们三人一起去洗澡,回来后,宿舍门居然被从里面反锁了。 隔着门板,似乎还能听到屋内传来细微的呻吟声。 什么情况? 我的天,我都惊呆了。 这声音都持续好久了,可你们宿舍里不就李甜甜,她不会再DIY吧? 隔壁宿舍的一脸鱷鱼,提醒我们。 都是成年人了,有欲望实属正常。 可接下来,我居然听见了男人的粗喘。 你听见了吗? 我们三人面面相去,又点头。 刘盈晃着门板,开门啊。 李甜甜,你疯了吧? 居然把男人带回来。 门板支呀支呀的,里面也传来支呀支呀的响声。 我们的喊声好像成了啦啦队的口号。 里面的人越发卖力,到后来激动地冲上云霄。 男人发出一声难听的嚎叫。 她是爽了,我们三人简直要崩溃了。 让开,我来。 两人散开,我一个助力跑,狠狠踹开了门板。 屋里哪儿还有男人的身影? 窗户大开着,这里可是五楼啊。 随着楼下传来一声尖叫,她居然从阳台跳下去跑了。 而李甜甜呢,只穿了一件吊带连衣裙,脸色潮红,气喘吁吁。 最离谱的是,她居然躺在我的床上,还在回味。 啊,我头皮都炸开了,你给我下来。 她一动,掀开了被子,我的被子里放满了各种小玩具。 我感觉天斗塌了,一股怒气直冲头顶。 李甜甜急忙解释,你,你听我说,我只是不小心在你的床上睡着了。 然后我就,啊。 我上前扯住她的头皮,她连滚带爬地被我拽了下来。 我抄起角落的扫把朝她走去。 不行,我实在忍不了了,我今天就要为民除害。 不然,难解我心头之恨啊。 颠颇,给我死。 李甜甜慌忙要躲,可她的动作没我快。 我一棒子打在她的胳膊上,她护胳膊,我又打她的脚。 她疼得趴在地上,滋挖乱叫。 我忍着恶心,将床上的卫生纸拿下来塞到她嘴里。 吃啊,吃了难饱的东西,一举得难,一胎八宝。 她吐了,哭着喊,救命啊,谁来救救我。 看热闹的这才反应过来,想来拉我。 我看今天谁敢。 啪! 我把桌子上的被子摔了,大家都不敢上前。 见人,不是笔癫吗?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癫外有癫。 我拽着她下了楼,李甜甜不从,可她的力气没我大。 我从宿馆内借了一把铁锹,在宿舍楼下面的那块小菜地里就挖起了坑。 她瑟瑟发抖,你,你干什么? 我皮笑肉不笑,干什么? 嘻嘻,我今天就把你埋了,免得你再出来祸害人。 我可是在村里长大的,两下就挖了一个坑,吓唬人足够用了。 我抓着李甜甜就把她往坑里推,她没穿鞋,脚一滑就进去了。 我拿起铁锹就往她身上埋土。 啊,何梦,你疯了。 呸! 她的眼里,嘴里都是土,几次想爬出来,又被我推回去。 她掐我的脖子,我骑在身上扇她巴掌。 她踹我,我就戳她眼珠子,和梦哭的嗓子都哑了。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,引来了宿管,一众人将我拉开。 放开我,放开我,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贱人。 李甜甜的睡衣都破了个大洞,衣不蔽体,脚也崴了。 当然,我也没好到哪儿去。 阿姨,她要杀了我,我要报警。 一瘸一拐地走到宿管阿姨背后,眼睛红红的,好不可怜。 行啊,报警。 我扯着嗓子,让警察看看你的好男友和你,是怎么在我的床上颠乱捣缝,亦乱情迷的。 卧槽,真的假的呀。 就是刚才跳下来那个男的,他衣服都没穿。 牛逼,这不欠打吗? 好恶心,要是我,我扇死他。 人群里响起议论声,李甜甜神色慌张,污蔑,根本就是污蔑。 小雅早为我拿来了备用机,打开视频,就是男人得意的声音,我找人算过了。 东南方向备孕是最佳的,又是你的排卵期,绝对能一发怀上舌宝。 可那是和梦的床铺。 算了,这个贱人佬和我作对,能帮助怀上舌宝,是他的福分。 嗯,在别人床上坐就是刺激,他的被子好软,明天就把棉花拆了,缝到我被子里。 李甜甜白眼一翻,晕倒了。 我,和梦,当代话佗。 一个报警电话,死人复生,活人惊叹。 李甜甜跪在地上,狠狠扇自己耳光,我错了。 对不起,不要报警,我可以赔钱,你要多少钱,我都可以。 我不能留案底,不然我的舌宝还怎么考工考编。 晚了。 监夫在逃跑的时候,行动诡异,被保安抓了个正着,已经报了警。 事实确凿,社会人士闯进校园被拘留。 至于我和李甜甜,被带回学校,有导员教育。 带男人回宿舍,加上上次污蔑我的事,性质极其恶劣。 李甜甜受到处分,我只用写个检讨。 导员严肃地拍了桌子,再有下次,你也不用等怀孕了,提前休学回去反省。 他被叫家长,他爸来了,就是一顿毒打,导员拦都拦不住。 他捂着肚子大喊,舍宝,你一定要坚强,妈妈相信你。 啊,肩夫端了七天的铁饭碗,李甜甜每天以泪洗面,眼睛都要哭下了,拽得怕不要命的。 他不敢再惹我,看见我恨不得夹着尾巴逃走。 直到半个月后,他拿着两条杠的燕运棒在我面前显摆。 仰着脖子,好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,尽管它的颈纹缝里都是你。 他说,曾经我只身一人,无依无靠,才着了你这种奸恶小人的道。 如今,我身怀龙子,即将嫁入豪门,你还拿什么和我争? 和梦?你这等穷人,只配坐底层中的底层,剑壁中的剑地。 我闲雾地捂着鼻子,你有口臭,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,离我远点,非主流。 你说什么?你再说一遍? 听,他的嗓子里还藏了个哨子。 我反唇相机,冷冷望着他,对了,听说咱学校游泳池开了。 怎么?要不要去试试? 孔氏想起了我上次活埋他的颈下,他身子一抖,当着我的面点开了班级群聊。 先是发了个三个二百块钱的红包,还有燕运棒阳性的图片。 接着打开语音,小人得志的口气,为了庆祝,我怀上舌宝。 今晚同学们都来黄金汉KTV玩,所有消费由未来的豪门女主人买单。 怕别人不信,还附上了他支付宝的余额截图。 据我所知,那是他爸一次性给他一年的生活费。 将小雅和刘盈揽在怀里,他们两个也会去,除了你。 何梦,我要逐渐让你尝到被人孤立的滋味,到最后,你就会抑郁,怀疑人生,甚至跳楼自杀。 哈哈哈哈,想到就很精彩呢。 他换了一条性感的奇逼小短裙,化了个大浓妆,扭着屁股出门准备了。 晚上,我躺在床上正磕,CP,接到了刘盈,打来的电话,我滴个亲娘,你绝对想不到刚才发生了什么。 这是什么炸裂的世界和炸裂的真相? 我,怎么说? 我们在KTV,居然遇到了李甜甜的男朋友。 她是去桌奸? 不是。 结账? 都不是。 小雅抢过电话,兴奋的灵魂都在颤抖。 梦梦,你的想象力也太差了。 接下来一番话,让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 啥? 原来,李甜甜的男朋友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。 到了KTV,李甜甜想装作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,就给几个女生点了一排男模, 结果进来后,最前面的那个人,和李甜甜的男朋友长得一模一样。 袁小雅当时就喊出来了,说什么? 李甜甜,那不是你男朋友吗? 毕竟她可是见过现场版激情视频的。 李甜甜当时脸都黑了,她没想到,一直标榜富二代的男朋友,居然是个KTV里的鸭子。 尤其小雅这么说出来,让她尤其没有面子,两人当场就吵了起来,气氛之下,李甜甜扇了她一个耳光。 你居然敢打我? 李甜甜崩溃了,我打你怎么了? 我不仅要打你,我还要杀了你。 你这个骗子,亏老娘还怀了你的孩子,结果你居然是个鸭子,我的一辈子都被你毁了。 我今天和你拼了。 她拿起酒瓶子就往男人头上砸,血缸流下来,门被人踹开,进来一个五十岁的老女人,谁敢打我的宝。 对,没错,这个鸭子还是个有主的。 李甜甜还没反应过来,富婆抓着对着她的脸就是两个耳光,还嫌不够,抓着她的头就往墙上撞。 狐狸精,老娘早看你不顺眼了,要不是为了要个孩子,你以为小宝愿意和你在一起? 你这个老不死的。 李甜甜一开始还还手,可她根本打不过,头发都被薅秃了,衣服也破破烂烂,直到被踹了肚子,她躺在地上,无助地缩成一团,她的身下流出来一滩血。 她哭了,孩子,我的孩子。 父婆摸着男人的小手,只高气扬道,放弃吧,小宝只能是我的,孩子你生下来,我给你两百万,从今以后,桥归桥,路归路,不同意的话,明天就去打掉。 我的手段多厉害,你根本想象不到。 李甜甜答应了,一周后,她坐着四个圈的车,背着驴包,来办理了修学。 在楼道里碰面,她一脸鄙夷地看着我,和梦,别用你这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,你以为你很高贵,其实你不过是蝼蚁罢了。 二百万只是一个敲门砖,我怀得可是男保,我到底是她的生母,母平子贵,我以后有的是好日子,不像你,一辈子只能做个低贱的蝼蚁。 这一次,我罕见地没有对她。 有一句话很俗,但绝对没错。 她还太年轻,不知道命运馈赠的一切,都已暗中标好了价格。 李甜甜入住了富婆的大别墅,开启了养胎生活。 一开始还在朋友圈发各种奢靡生活,后来变成了抱怨。 怀孕期间,她不允许和外界接触,不允许乱吃东西,不允许乱走动,不允许玩手机。 后来,她被关在笼子里,像调狗一样,没有尊严。 再然后,听说富婆投资了一门生意,合作商是个变态,专门喜欢孕妇,她变成了富婆专供外人提供的玩具。 她跳楼的时候,身体是裸着的。 三楼,居然没死,但孩子没了,大腿粉碎性骨折。 再见她的时候,居然是在养老院。 我是去看我奶的。 短短半年不见,李甜甜瘦了一圈,她到眼神中的天真不见,满是算计和痛苦。 她正在挽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散步。 上一秒还温柔大方,老头子去一旁接电话。 她脸色骤变。 我变成这样,你是不是很得意? 何梦,你以为一次失败就能打倒我? 告诉你,她可是很有钱的,而且没有孩子。 等我们结婚以后,她死了,她的财产都是我的。 我下半辈子照样吃香喝辣。 她还说,他们是在医院认识的。 她感谢自己当初勇敢地纵身一跃,才有了如今的荣华富贵。 认识这么久,我难得正眼看她,李甜甜,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? 我告诉你,是一响天开,识人不清,却又不懂判断,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。 人,有时候,还是脚踏实地的好。 总之,你长点心吧。 去你妈的? 你个穷逼,还想教育我。 她咬牙切齿地就想上来撕我。 老头子出来了,她立刻换上一副笑意盈盈的模样。 哎呀,你这个小可爱,还真会开玩笑,很高兴认识你。 赶忙扶着人走了。 三个月后,老头子七十五岁生日时,李甜甜官宣恋爱。 她发了朋友圈,配图两人的亲吻照。 甜甜超甜,老头好,老头有低保,后半句就不说了,懂得都懂。 结果,没多久,老头子还真死了。 没读三七入脑,年纪大了,抢救无效死亡。 得知消息的李甜甜当场就疯了,又砸又闹, 哭晕了又自己爬起来,去医院检测,她居然也得了梅毒。 她想起了我曾经提醒她的话。 我不过是在校门口取个快递,一辆车就直直朝我撞了过来。 关键时刻,是导员突然出现推开了我,她自己却被车碾压。 警察赶来得很快,从车上拽下了已经癫狂的李甜甜。 你以为这样就能要我坐牢吗? 哈哈哈哈,告诉你,不可能。 我已经怀孕了,怀孕是不能坐牢的。 我的宝自然是护我周全。 和梦,都怪你,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 你要是当初不和我作对,就不会发生这一切。 你知道那个老头子有梅毒,你是故意害我的,你也应该坐牢。 我目光冰冷,你想多了,和他有没有病无关,我只是在提醒你,在面对任何人时都要小心。 是他误解了我的意思。 我想想都觉得可笑,你可真蠢,梅毒规范治疗后是不影响生活的, 可你一面之差,毁了自己的一辈子。 和梦,你别太得意,你等着,我不会放过你的。 啊,你们放开我,这是他欠我的。 啊呀! 不管如何发疯,他还是被押走了。 我陪着导员去了医院,幸好,他车技太差,导员受伤并不重。 李田田是聪明的,怀孕期间,的确不能服刑。 所以,为了不坐牢,他怀胎十月生下孩子,又找人约炮。 为了确保能快速怀孕,刚出了月子就和人同房,大出血, 差点在手术台上丢了命,只能摘除子宫。 免疫力低下,人都瘦成肝了,好不容易好了,还是得坐牢。 毕竟天网灰灰,疏而不漏。 没有一个罪犯,可以逃得过法律的制裁。 再听到李田田的消息,是八年后。 我研究生毕业,小雅和刘盈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 合照过后,我们一起去吃火锅。 聊到老同学时,刷到了她的朋友圈。 置顶的居然是水滴稠的链接。 李田田居然得了胃癌。 早期,我们想起了她曾经的检查单, 幽门罗杆菌感染,定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治疗, 再加上她经历了这么多,不恶化才怪。 我想了想,还是给她捐了一百块。 小雅和刘盈也同样如此。 我们一致认为,虽然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日子, 但她已经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 在生死存亡面前, 我们依旧该尽出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。 也希望李田田能走出阴霾,重见阳光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 感谢你的观看。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。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, 别忘了点击订阅,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, 让我们一起成长, 一起幸福, 一起慢慢变老。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